我一个连友叫做连阿门师姐 以前我在讲座也有讲过 她的妈妈叫连无差 现在已经往生了 往生呢 到极乐世界去了 那么连师姐的妈妈连无差呢 当时纵轰的时候 住在我们台北市的仁爱医院 那连师姐呢 她跟我共修很久 我地藏经的读诵的木椅 就是她打的 她修得也很好 而且很有定工 那么她呢 平常呢 就帮人家缝缝衣服 在工厂呢 做一些手工的 这个 裁缝的工作 那么当时呢 她 我怎么渡她来行这个菩萨道呢 后来因为 我跟我师姐呢 就去帮助这个 一些团体呢 煮素灾给人家吃 那每个月一次呢 都要煮一两百人的素灾 给这些 这个 环保人士呢 他们来吃这个五灾 一个礼拜 一个月一次 那我就跟连师姐讲说 你平常怎么煮素灾给你家人吃 她说他们都不吃素啊 我就把金菜烫一烫他们 爱吃就吃啊 我说你这样不行 你没办法渡你家人 她说那怎么做呢 我说你一定要用心去 煮这个素灾 把他们带进来 先你利沟签 然后入和煮 她如果集了素食很好吃 她就会多吃素食 就减少杀业 所以她当时她先生喜欢钓鱼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去钓鱼 然后钓了一大堆鱼回来 都把她冰箱塞得满满的 那连师姐非常苦恼说 整个冰箱都是鱼 这就是业啊 这就是共业啊 那你怎么去度你家人呢 那 结果我就开始 叫她去行立她 去帮助众生 用素食呢 跟大家解验 你要去种那个素食 就是你吃一天素 就是减少一天杀业嘛 这样 差不多磨练的大概六七年 她也 累积了福报 后来呢 佛陀教育经会 招募这个志工呢 要煮香肌 她去应征 那我再跟简老师推荐一下 她后来就录起了 现在在佛陀教育经会 主述是给这些志工吃 我就跟她讲说 你现在已经在佛果了 在极乐世界了 每天见到都住上三人 祭会一次啊 那不就极乐世界吗 佛陀教育经会 专门都是在 印佛经到全世界去流通的 那她的妈妈中风在台北市仁爱院 她非常的 焦虑 非常的忧心 为什么 因为她妈妈中风是 算是重度的中风 呈昏迷状态 后来醒过来 醒过来以后不认识 连世杰他们姐妹 他们两个姐妹都学佛的 那连世杰就到我们讲堂 公修地藏经 那我在送地藏经的时候 她也跟我讲 她平常也忙了 没办法来找我 就为了那个妈妈的事情来找我 就她讲的公修地藏经 公修完以后呢 我就跟她通电话 我说阿门啊 原基督啊 我觉得是你妈妈现在 昏迷醒过来呢 不认识呢 你不要方丈 我说你妈妈平常修得很好 因为她妈妈跟我 共修佛衣呢 在长寿山共修将近十年 好 我以前在长寿山 台北县三峡区呢 那边 有个地方的道场呢 叫长寿山 远亨市呢 那老 老住持往生以后呢 我在那边帮助十年 帮他把道场稳定下来 就每个一打一次佛衣 每个礼拜一天呢 每个礼拜共修一次 共修 用十年的时间呢 把他道场稳定下来 现在好好的 不然那个老住持往生呢 那里面呢 就差一点 这个 道场就不稳定 可是他妈妈呢 跟我共修的时候呢 他一天一部无量寿经 一部地藏经 那佛化 佛化都不断的 所以连世纪就很紧张说 那我妈妈昏迷 怎么往生极乐世界呢 那昏迷就是 不能够正念献钱啊 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样好啦 礼拜六呢 我刚才要放生 带放生 我们先回向给你妈妈 那你帮你妈妈呢 先 放生一点鱼 他就大概买了五千块的鱼 我说你妈妈以前也没有杀过鱼 他说一定有的啦 他说他们以前住在 台北市的隔壁 那个新北市那个三重那边 那河水要是患烂了 那淡水我都会把那个 二重三重区 二重 二重浦跟三重浦那边 都淹没了 那鱼都跑到岸上去啊 他妈妈就用桶子去装那个鱼啊 都一桶一桶的 分给亲戚朋友 铃鸡吃啊 所以呢 我就叫他放生鱼啊 放生完了以后呢 我们又送地藏经 然后又去放生 那我跟他讲说呢 我带你们到 台湾中部呢 持戒力最好的 女众道场跟男众道场 女众是南宁佛学院 那燦公非常赞叹的一个 这个比丘尼佛学院的一个道场 有六七四个比丘尼 专门呢 研究戒力的 那南宁的道场最好的呢 持戒力最好就是 果青丽丝的正洁金色 那我们先到呢 南宁佛学院去宅生 他们两个姐妹呢 赚的钱不多 但是每一个道场 各供养十万块 很发心 很发心 他们的薪水不高嘛 一两万块台币而已 他供养十万块 每一个道场 他们两个姐妹拿出来的钱 那到南宁金色 摘完生以后 那剩下来就供养他们 这个 佛事 那完了以后我们就到 这个正宁金色 那到的时候呢 刚好中午 清宫和尚在休息 那我们就把供养金 放在智客室 那智客室呢 就到清宫和尚的疗坊外面 三坛子 这样三坛子 那清宫呢 和尚不出定 然后那个 智客室就下来跟我讲说 黄警官 抱歉啊 清宫和尚入定中 不见客 那我们 众生都有个执着嘛 希望输给我加持嘛 输的功力比较好嘛 我当时是有点失望 所以我哪见不到清宫和尚呢 那刚好 蓝领金色的 当家师呢 儒惠法师跟常智瓦茲陪我们去 那时候电容瓦茲 还没有到正宁金色啦 有一点点 心里有一点点这个 诗漏感 那儒惠法师就说 那没有关系啦 那既然见不到清宫呢 我们就到大殿去回向 那我是输你来说好不好 儒惠法师说 不要 那你说就好了 我就带 连世纪在佛前发愿 然后呢 栽生空的回向给他妈妈 希望能够业障消除病故减轻 那我们就回来了 回来说是礼拜六 礼拜六 礼拜天早上呢 他妈妈呢 就吐血又大血 排泄那个血 而且量都很大 那连世纪很紧张 他说我妈妈怎么会吐血呢 会大血呢 我们读了完诗里面讲 梦土黑雾啊 你做梦的时候 梦中 你如果 学阎了凡击事 或者你改过 改过击善 阎了凡 了凡事里面讲说 你会做梦的时候 梦见佛菩萨啦 或者梦见这个 梦土黑雾啊 或是会雾啊 那表示说 你业障消的现象 那连世纪他就是这个清醒 他妈妈就是 我们栽生完以后呢 他就吐 又排泄很多血 到礼拜一 再吐一次血以后呢 吐完以后 医生 把他再治疗一下以后 他恢复清醒 他认出来说 阿免我怎么会在医院 会讲话啦 会认识他女儿啦 那阿免就吓一跳 他啊你会讲话啦 终于 恢复正念 分明啦 不可涉意的感应到教 再生功德很疏散 那么隔了不久 我又去看他妈妈 他妈妈中红的手呢 就卷得很厉害 那后来 我在鼓励连世纪细诵经 回向给他妈妈 那隔没多久呢 轮到他 连世纪的姐姐呢 顾着他妈妈 那么有一天呢 有一个清洁工呢 叫阿梅呢 这个清洁工就进来打扫了 那阿梅本身呢 并没有学佛 他是 到家修行的 他是拜我们台湾的民间的神 叫三太子 然后因为他是 他身体特别敏感 他会有感应就会 我们台湾讲叫烈士鸡童就会 那个三太子这个神呢 就会护他的身体呢 他就会起鸡那种感觉 连世纪跟他讲 他说那你不能起鸡 你不能起鸡 我们是学佛的 我们是阿弥陀佛的 那阿梅就没办法起鸡 那个连世纪就在旁边吃大悲咒 他就没办法起鸡 那后来连世纪就问 这个阿美这个清洁公尊 你刚才为什么说呢 你们的这个 三太子这个神要起鸡呢 他说没有啦 那个三太子说呢 你妈妈可以寿命活动很长啦 我们会把他想成说什么 他们可能会好奇的元寿啊 其实是什么 无量寿啊 善人啊 善女子无量寿 然后他说 那然后呢 他说 你为什么要起鸡呢 他说没有啊 我的父阿神说呢 等一下七也八也要过来啦 就是黑白无常要过来 他说啊黑白无常不能过来 过来就等于抓我妈妈走了 你知道那个阿美那个清洁公 也没有讲说要是抓哪一间的 就说完不到一个小时 隔壁那个病人就 往生了 就抬出去了 我讲这个绝对不是故事 我们也不强调怪力乱神 但是呢 他是切实 火头说的 这个三纪六法 的确是存在的 没想到 是的 之后 词